腹臓疾症 腹臓疾症 脹臓疾症 講講腹臓疾症 腹臓疾症 其實不是一個病 它是一群病 一群只要刺利減退的 那些病的表现 很多病都会自力减退 那这些自力减退的都叫失智症 所以失智症其实应该叫失智症状 症候 医学上常常讲症候 意思说你医生不能说 你是失智 这样就停下来了 不可以 你失智你要去区分病患 它到底是哪一种 是可以医的呢 还是不能医的 那它会退得很快的 还是退得很慢的 我们要弄很清楚 这是医生的责任 所以当然各位是不可能是诊断的能力 可是大家有这个能力 大家今天来上课 主要说你们要把 有谁有失智 把这个状况知道了 有这个症状认识清楚 赶快来找医师 那医生会做什么 我们现在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失智症里面 我们就医生就分原因 这里面当然我们讲阿兹海默症 这讲得很麻烦 就是说实际上简单讲是退化性的 以前讲退化性失智症就好 所以退化性失智才是占最多 占一半以上 大概五六成 所以还是一半以上是老化的 那基本它的特征就是说 它的减退是慢慢慢慢退的 最有名的例子是谁 就是雷根总统 雷根总统 雷根总统他很厉害嘛 他把那个苏尔搞垮了之后 自己就退休了 退休之后 他慢慢就发现 他那个智力 慢慢开始减退 家属就发现 他的表达能力什么的 记忆都慢慢不好 可是前几年是这样 他可以上台说我得了失智症 所以他又弄了一个 很多人就企业就捐钱 弄了一个失智症的研究协会 他还出来讲话 后来就慢慢几年之后 慢慢他就越来越少出来 为什么他越来越不能演讲了 他失智越厉害 然后到最后也只认得 刚开始只认他老婆南希 总统夫人南希 到最后连南希也不认得了 然后过了十几年之后 才发现他有一天过世了 所以事实上他就是很典型的失智过程 事实上失智的病人 假如你照顾得好 其实是可以十几二十年 慢慢头脑退了 身体未必就退 所以像他身体还蛮硬朗的 所以基本上过十几二十年的寿命 其实都还好 所以失智症第一个 他脑力是慢慢的退 不会突然就退光了 不会很快 所以这是一个叫做退化性的失智症 所以他是代表他是一个退化的 这是占最多的 第二个多的是中风 中风就相对跟刚才讲的退化不一样 他退化说我们跟雷恩总统一样 失智了二十年之后才退到最后不行 可是中风是怎样 是一夜之间 所以你昨天没中风 今天早上突然变中风了 就发现有的人中风不见的 一定是口外眼前半身不遂 有的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慢慢 他突然头脑变不好 比方说一夜之间起来 发现说他坐公车不知道该怎么刷卡 电梯也不会用 按哪一个也不会用 这个东西电视的遥控器 要转哪一台 不会开 都会教的儿子说你帮我开 那儿子就觉得很奇怪 爸爸怎么今天什么事都不会做 牙也不会刷 叫他怎么刷 他要出门来不刷牙 穿衣服穿颠倒 叫做内衣 先穿外衣也先把秤秤穿好 最后才穿内衣跟内裤 从马丹娜会这样穿之外 大概只有这个施政人会这样穿 所以内衣外穿不是只有马丹娜会 施政人也会 所以记得 所以他这个突然变得不对 马妈变成马丹娜 不对 那这样不是很高兴 不对 那赶快带来给医生看 因为他不会穿衣服了 一夜之间 所以中风的特点 他是一夜之间 所以他重到哪里 重到我们刚才讲的认知功能地方 我们大脑大概管动作区在这里 那前面这是还有侧面这些 都是其他的认知的功能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中风没有重在动作区 你就不会有口外眼前半身不遂 他就表现是在认知区 不知道怎么计划 或者不知道认不得东西 发现这些认知区中风 他就特点就像失智症一样 而且是突发的 一夜之间 那这个话就第一个考虑到是中风 OK 所以这个占多少 大概3成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要赶快治疗 大家都知道中风就要赶快治疗检查 那其他的 其他的失智原因就介于这两个之间 一个是很慢 一个是很快 那其他就是中等的速度 比方说长脑瘤 或者硬脑膜下出血 那这个大概都是怎么样 大概几个半年左右 半年之内他退得很快 每个月每个月在退 那大概脑瘤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或者硬脑膜下出血 比方说那个脑膜 什么叫硬脑膜下出血 就是脑子的脑膜的下面 跟脑子上面之间 激了一层血 那这是老人特有的一种出血 就说比方说我们头绪 不小心撞到 那那个脑子的上 脑膜上的一些静脉就被扯断了 那就造成硬脑膜下出血 那这个是可以在脑壳上打个洞 把血块吸掉 脑子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在几个月 可能在三个月前撞到之后 造成这个结果 他的脑子积血是慢慢增加的 所以大家有人去那个 有头部外伤的朋友去急诊室 那急诊室一定发一个 给你警告说 我们今天看起来还不错 林先生你的状况都很好 可是X光也很好 电脑断层也正常 可是你要小心 未来三个月还是观察期 三个月 大概讲的就讲硬脑膜下出血 因为那个年纪大的静脑扯断了之后 他的血是慢慢累积的 可能在未来三个月才慢慢累积 成一个足以开刀的血块 所以大家要注意 头部外伤的患者 有些老人的患者 是硬脑膜下出血 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最有名的 硬脑膜下出血的患者是谁 反而不是老人 是一个小孩子 是邱小妹 大家都知道这事情 几年前邱小妹被爸爸打到了 打到头部硬脑膜下出血 就台北市都找不到一家医院 愿意可以帮他开刀 都说是家务病房没床 就转到杀戮去 才有医院可以帮他开刀 叫延误医病警 闹了很大的风波 那个事情就是硬脑膜下出血 所以大家知道 硬脑膜下出血 对年轻人来讲 他通常是急性的 对老人来讲是慢性的 所以老人更要小心 未来外伤后的三个月内 都要注意这个状况 那其他的话就包含 维他命不足 我们大概医生会抽血 测维他命够不够 万万必适的缺乏是谁最灰呢 就是吃素的患者最灰 因为维他命来源就是肝脏 吃猪肝 或者是喝牛奶 所以这两个 所以一般我们常讲素 有人吃淡奶素 就是牛奶有喝 那什么道理 其实不会是预防B12缺乏 事实上对失智症 是比较可以预防的 所以假如真的不敢喝牛奶 会拉肚子 我们没办法吃羊乳片 或者优肉乳 这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 多吃点乳制品 事实上对年纪大致好的 吃素当然是好事 可是要记得 B色缺乏不是好事 所以相反来讲 有人说我一天到晚吃肉 总是B色够了吧 我不会失智 结果他也失智症 为什么 他叶酸不足 我会吃青菜 有些人是牙齿不好 口牙不行 他老师跟我讲 他就是不能买薄纸 肉的话可以吃肉松 可是菜我咬不动 那这样也不行 叶酸不足也会造成失智症 所以事实上我们碰过吃素也不对 吃荤也不对 两者都是其实最好的 假如真的一定要吃素 警察淡乃素 就是牛奶多多少少的摄取 好不好 这B色才不会缺乏 那甲状腺低下症 大家知道甲状腺低下 甲状腺在我们功能 在内分泌功能里 就是一个管我们的新陈代谢 等于说我们身体 我们每天要消耗热量 可是事实上那个 就是甲状腺在调控 这个瓦斯炉 就像我们大家煮菜的时候 瓦斯炉大火中火小火 那个东西就是甲状腺 所以当你甲状腺不够的时候 这个人永远小火 开水永远煮不开 这样了解没有 所以脑子里就是没办法去做 很好的运作 因为你这个火老是 点不倒太小 讲白一点就这样 所以甲状腺不足 不会对脑子会影响 所以这个病人 假如说我们给他补充 甲状腺 他就好起来 维他命不足 补个维他命 B12 补一补 头脑就变好了 所以这些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叫可逆性失智症 所以今天大家来这里 最大的收获 是说你要知道说 失智症不是每个都是退化 不可逆的 有一部分是可逆的 大概占10%到15% 就有十分之一人 是可以找原因来治疗 可以矫正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 等于是你把中风 跟退化行先排除在外 其他可逆 可以马上治疗 也有进步的 大概这些 那哪些原因 就刚刚讲的 包含自作網膜 比方说 电脑端成看得到 就看得出来了 有出血的 不管是自作網膜 下降出血 或者硬脑膜下出血 这是外伤造成 这是动脉瘤造成的 或者长的是脑瘤 是不是可以开刀 开好它 那或者是水脑症 脑子积水 我们放个倒水管 把它引掉 让脑压回到正常 也会变聪明 那脚状腺不够人 补个脚状腺会变好 或其他带性疾病 那比方说 有些血糖常常过低 有些人吃糖尿病的药 不知道药量已经过重了 就老是低血糖 低血糖头脑就不好 所以他常常会抱怨说 我每天昏昏沉沉的 头脑变不好 实际上是体血糖过低 这也马上可以降到病药 减一减它就改善了 所以这个部分都可以矫正 那甚至有些隐藏性的 比方说感染性的问题 像神经性酶毒 像早年的可能有些人 早期早年得到性病酶毒 自己都不知道 潜伏在脑子里 到后来 便脑子里产生酶毒 那这个怎么治疗 实际上就是排泥西磷 到排泥西磷来打针 我们连续打一个礼拜的针剂 那至少这个事情 就把他脑子里的酶毒清掉 那至少他以后不会再度的恶化 那甚至有一部分病人 就因为这样而改善 都有机会的 那大家隐求性脑墨炎 就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隐求性脑墨炎 就是有一种黴菌 它常常存在于 那个鸟类的粪便里面 有鸽粪里面最有 所以隐求性脑墨炎 常常我们都问 你家父亲有没有在养鸽子 所以这天提醒大家 就是说 大家看到中正纪念堂到处 大家以前都 都有很多鸽子 他觉得好棒 跑过去跟他拍照 那实际上这件事情 在我来看法是蛮危险的 或者说你家里环境附近有鸽子 喜欢在你家附近的冷气那里 或哪里坐窝 那这个最好是不要 基本上这些鸽粪里面 有这个鸽粪的一个隐忧 所以最好也不要什么有鸽舍 我们小时候都是顶楼 这可能隔壁顶楼就有人在养鸽子 就弄个鸽舍 那事实上它这鸽子飞来飞去 那个大便到处排便 这是有鸽粪腦墨炎的危险 那这个得到这个脑墨炎 实上蛮麻烦的 它用的药都很强很毒 所以而且有些甚至会造成癫症 或者脑力退化 甚至死亡的风险 所以这种鸽粪所带来的脑墨炎 大家不要轻忽 所以目前在那个各个公园 大家都是为了说 大家不要喂鸽子什么的 事实上主要是为了那个禽流感的担心 可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 脑墨炎也是另外一个隐忧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那个可逆性的失智症 当然还有一些像药物中毒 慢性的药物中毒 那有些药 事实上有些不仅是叫中毒 有些是副作用 比方说有某些 常讲的有人就觉得 我吃安眠药会不会失智症 常常病人说 我不要吃安眠药 不要吃安眠药 安眠药会失智症 事实上并不是安眠药 就会让你失智症 而是说你在吃的当中 可能它会干扰到你的认知 比方迷迷糊糊的 就是有时候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是安眠药的一个共通点 可是它至少 它不是引起失智症 而是说 类似失智症的一个迷糊状态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尽量不用 就尽量不用 停掉之后 这个影响的状态就会消失 所以倒不是会影响到大脑弄坏掉 倒不会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失智症 而是只是 让你产生这个头脑 当时受药物的影响的一个状态 所以只要把这个药停掉就会好 所以这个倒是不用太过度的担心 这个安眠药的会造成失智症 那另外一家维大不允不足 像B1缺乏 B1缺乏是像什么患者会得B1缺乏 就是有些人是酒饮 只喝酒不吃菜 只喝酒不吃饭 不吃菜 有因为他觉得喝酒就够了 真正酒鲜到后来就是这样 他都不用吃饭 他只是喝酒 他觉得喝酒就饱了 可是问题是喝酒到体内会怎么样 他是乙醇 他完全是靠肝脏去排掉 那变成乙酸等等 最后排掉 那这排掉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 需要B1这个维他命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燃剂 我们叫辅酶 当作助燃剂 那结果B1就越来越用越多 可是偏偏B1要从哪里来 就是比方说蒜头 大家知道蒜头精 这些或者是一些糙米 胚芽里面 才能得到 所以偏偏这些人就不爱吃饭菜 整天菜都不配光喝酒 所以B1来的不够 用的又多 所以B1缺乏会 最后变成狮子症 所以喝酒的人 我们常常说 他有时候 突然后来喝到 酒精熟叭 也不是真的酒精去烧掉 他是B1不缺乏的问题 所以这个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 赶快把酒戒掉 然后补充大量的维他命 B1 阿里纳命F 就是这个药 这种要大量补充 他就会改善 至少不要更恶化 是这样 另外有个所谓 假性失智症 大家知道小朋友 小孙子都有什么假面 超人假面 怎么失智症还有个假 有啦 有个假的就是忧郁症 那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老人 很多有些老人 很多家庭因素 或者个人因素 他有忧郁症 那忧郁症的话 他事实上有时候表现像 失智症 他会觉得他很多事情都 感觉好像他都觉得 自己不会做什么 事实上他有这个能力做 只是他变得说 不爱跟人家讲话 不爱跟人家说话 不爱做出一做事 伤害忧郁症的特点是这样 他就变成什么情绪低落 什么事都不想做 所以他很多事情 家里变得很脏乱 大家都说 他都没想到 那他那啥 那是他忧郁症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矫正 因为你假如他忧郁症治好 给他抗忧郁器 或者把他家里的一些问题解决了 他应该忧郁症好的话 他的功能就恢复了 所以这是一个假性的失智症 样子很像失智症 可是算是忧郁症 所以这部分我们怎么问呢 医生就会问他说 他或者大家参考一下 忧郁症怎么诊断 直接问他 你心情不好吗 所以我说这样不太好 因为常常 第一个人都不太会直接回答 忧郁症的人都不太会直接回答 要旁敲侧击 所以我们设计一个忧郁症量表 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人生不快乐 他说对 不快乐 对 那就一分 那第二个人会不会常常觉得 吃不下饭 对啊 都不想吃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也不太想吃 有人请我吃饭 也不太想吃 所以第二分 第三个人会不会整天 每天都不想出门 对啊 要出去做什么 外面全是人 没有猪皮 那这又得了第三分 那第四点会觉得人生没意义 当然啦 你看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当然人生没意义 那最后我就问他尖锐 你又想死吗 所以 有啊 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想死了 我旁边有这样讲 我来这看你的病 我都没亲吃 没有朋友 会死就死了 有关系 你开什么 我就吃就好了 那事常听起来 就很人生了无趣 那想死的念头 那就第五点了 那第六点 他会不会每天都觉得不快乐 最后他终于吃 对啊 那当然不快乐 这样子 那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常常会 优异症人 优异症人常常来找你看 是因为他睡不着 他不是 优异症人会睡不着很特别 优异症人会睡不着很特别 他不是一开始睡不着 他睡得着 可是半夜就容易起来 就嘣嘴 或者烦恼 明天老板会不会又要骂我 明天要什么事情糟糕 他优异 他明天下一顿饭去哪里找 就要烦恼 所以常常在半夜 一早三四点就醒来 醒来之后就睡不着 想东想西 所以优异症的失眠 他的特点是容易早醒 不容易在睡着 是这样子 那跟一般焦虑 不容易入睡 刚好是相反 一个困难是在入睡的时候 一个困难是早醒的时候 一早醒来就无法再睡了 所以优异症的特别 他的失眠是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问一下病人 他的失智症 假如有以上的现象 我们就会考虑说 你到底是优异症还是失智症 这时候要请心理科医师评估一下 然后给他治疗看看 治疗之后 之前什么不会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心情不好 什么不爱吃饭 不爱出门 这些症状全都好起来了 要生龙活虎一个 一倍多量 表示说吃了忧郁症要好 那就是假性的失智症 那之前的症状不是真的失智症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说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身体 心理的健康很重要 注意到要头脑好 要心情好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那什么叫退化性的失智症 有时候阿兹海默失症 它就是退化性疾病 那讲到学术来讲 它是让我们脑子切开来看 发现有的先天的是 基金异常 不过这很少啦 大部分是后天的退化 退化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脑子里面 有些类淀粉蛋白异常 就是它会在脑子里 不该有的蛋白质的地方 产生蛋白 它堆积在脑子 造成神经的神经死亡 它造成 这个死亡的神经叫做老化斑 这样子 那它的特点就是 它这种东西累积 是逐渐恶化的 慢慢变化 那刚刚讲的中风 也就是血管性 湿症指的是中风 中风系湿症是突然恶化 那中风是 就有一天突然中一次 它就退了好多分 那叫阶梯性的退化 那那个阿兹海默失症 是逐渐就慢慢慢慢退 那这样不太一样 那湿症的 所以大概让我刚才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有哪些症状大家都已经了解 所以一个是智力逐渐的减退 那严重到影响到 我们的社交工作 那表现就刚才讲过 这些现象都会受到影响 所有的脑力 除了记忆之外 还有定向 就方位感不知道 抽象思考 学习能力 这都不行 都学不了新的东西 或空间概念 不知道会迷路 或不晓得怎么穿衣服 或语言能力 怎么表达都受到影响 这就是这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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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症状 就会有多久的症状